你總看裡面沒有肉 你看一下包裝裡面有沒有肉 快點 就給你小塊肉喔 馬鈴薯 就像張理一樣對不對 看起來有料 然後直立看 看了這樣 哭爛啦 林北的肚子很餓 忙了一天了 結果跟他們出門 我沒吃到什麼東西 他們吃得很飽 很累 那直接看到小姐姐 開不開心 你比較開心 我很開心 那你有沒有開心 他跟我拍照我還蠻開心的 那就好了嘛 是不是 拍照我還蠻開心 有一種國民美食是 台灣人必吃的東西 什麼東西是不是 肉肉飯 來到台灣 來介紹外國朋友 要先吃台灣的什麼 肉肉飯 是不是 其實我早就想做這個企劃了 各大型商店 量飯店 肉飯肉燥飯的評測 好 來啦 我跟你講啦 吃毒肉飯 我超強 好來我們先第一個 這是哪一家的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請自行決定毒 它裡面還有放什麼 這是九口包是不是 小小的鮑魚喔 這個一定是 給你頂天價 我跟你講 我目前吃到最貴的 都很虛張 為什麼你有鮑魚 我沒有鮑魚 算了你比較喜歡吃鮑魚 你不喜歡嗎 是不是還蠻喜歡的 對啊 不錯欸 這口味我蠻喜歡的 第一款的滷肉飯 給它評價如何 滿分10分 7分 我覺得不是因為 它的鮑魚而給它高分 是它這個味道一進去 你就覺得這個是下飯的 以它的鹹度來說 我覺得是OK的 下飯 很下飯 但是它的料 是算有料的 不會說像有的就是 湯汁多 然後肉汁有幾顆 你知道就像你說的 就像章魚一樣對不對 看起來有料 然後吃雞蛋看了這樣 不爛啊 這個我覺得我給它 7分 7分 說我一樣啊 那你要不要猜猜一下它的價位嗎 我覺得應該100塊有可能 100到150 199 來第二樣 這個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胡鬚章 真的假的 這個只有胡鬚章 會把這個肉弄得這麼長這麼細 這麼油 這個一看百分之百 自信 自信 胡鬚章吃到不要是吃的 這吃的很膩的 你怎麼了 這不是胡鬚章 吃嗎 你不是要有自信 味道被影響 味道不要 白色就胡鬚章味道啊 這個我猜它最多99塊 我可以接受 60 60 99 99 啊分數啊你們覺得 5分 差不多 6分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吃胡鬚章 可是它價格越來越貴以後 我就覺得 不喜歡 這看起來有點辣的感覺 這個膠質 這個應該我會看起來蠻喜歡的 我跟你講這好吃的滷肉飯 這是它滷汁會固固 對 然後你吃到你嘴巴會 這樣 然後就拉不起來 這樣拉不起來這樣 麻辣型的 這個我還好 麻辣已經蓋過胡蘿爾味道了 它花椒用太多了我覺得 可是如果喜歡花椒的人 應該會喜歡這個 這個 最多 50塊 50塊 因為它其實用掉 只是花椒跟這個肥肉而已 那這個是因為品牌的關係 所以它會比較貴一點 分數呢 分數喔 5分 差不多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花椒 這一碗有兩包 所以是兩包加起來的價格 我覺得這兩包加起來 九十九金包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先東佈我們滷肉飯了 花錢的坑 我們來採 免費的訂閱 給我頒注一個吧 好 第一個 鮑魚黃金乳 鮑魚黃金乳 一包多少錢 兩包鹿 它的總價是339元 所以一包120 一包120 一包120 因為它其實就主打了 兩塊鮑魚而已 一包裡面有兩塊小鮑魚 算小誠意了啦 可是兩包150喔 339 339 平均一包120 那這樣算起來差不多啦 百分之百 胡鬚章 登登登 黃金脆乳 好強喔 你就知道我胡鬚章吃了 多少錢啊 可是你也沒猜 胡鬚章多少錢 這個單包180塊 那上面寫說是 六人份的量 講都講六人份啦 以阿鈞這種定位 鍍位我們抓四人份就好了啦 講都講六人份 那個都是小鳥味在吃的啦 阿真正會吃的你看 就吃一碗了 哈哈哈哈 那可以吃 第三盒是 消火麵不出的消火滷肉 所以包才60幾塊 其實我們目前都蠻精準的 有點厲害 是不是 滷肉飯大王 外嘴滷肉飯哥 這個滷肉飯 剛剛我們的評測 其實是ok的啦 我覺得都可以吃啦 可是口味都是 三個是真的是不一樣的口味 我覺得有沒有 對你們意料之外 就是 有沒有意料 就是出乎你們意料之 這個鮑魚黃金滷 我覺得我喜歡 我以為這種包裝的都很難吃 然後第三樣 以前我有吃過類似的味道 但我還是喜歡肉燥飯 不要被其他味道給蓋掉 那想要買的朋友們 我覺得你們想要 你就看自己喜歡去買啦 你們也可以試著去買來吃 看看是不是就像我們講這樣 我覺得 來我們今天還要評測 也很早就想要做的評測了 大概在三年前 我就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們各大賣場裡面的 咖哩飯吃起來怎麼樣 因為小時候家裡在做生意 媽媽他們都會早出門 然後她都會準備一些條理包給我 所以從小到大就是條理包 對 所以才長那麼壯 這麼胖 那不是重點 然後那個時候呢 媽媽教我煎蛋 就直接丟了這個條理包的咖哩 那一餐 你煮出了這個很厲害的咖哩 然後再配上一顆半熟的荷包蛋 戳破 淋在飯上面 再配上咖哩 小時候大概五六年級的時候 自己就會這樣弄 我就那時候就以為自己是很厲害的廚師 為什麼可以變成這麼厲害的味道來 大家可能不知道咖哩是什麼製成人 是現在很流行的一個東西 薑黃就是咖哩的原料 很明白啊 對啊 所以 你不會以為你知道它是薑黃做的吧 沒有我是要講給不知道的人 好好好 好好好okok 第一個 這個比較call 其實台灣的咖哩全部都調過 我吃過正宗的那種印度咖哩 那個味道其實是台灣人不會喜歡的味道 不一樣 差蠻多的 你是不是覺得味道很熟悉啊 還好耶 它的盒子是不是有白色紅色 這個還算好吃 你不講話 太好吃 我們吃咖哩怎麼這麼認真啊 我們要真實評測啊公道婆耶 我真的覺得是很熟悉的味道 你說什麼萌什麼特嗎 這品牌我就猜不到了 但我跟你講 絕對是我們吃過的咖哩 最多 四十塊一包 五十九 阿口味咧 阿不會是那種讓你有經驗感的東西 大概六分嗎 五六分 五六分 我的評價比那個肚子上還要高耶 一整頭吃下去又還好 單吃它味道是ok的 可是它配飯下去就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沒那麼搭啊 你覺得嗎 一開始吃好像覺得哪裡乖乖的 可是 你吃了第二口第三口又覺得 又合適了 對 它的肉是好吃的 對 然後它的肉很感棒 第一間的 我剛剛上一個那個 沒什麼肉 雖然是你沒有撈到 所以我剛剛就沒有 你那一包有吃到肉 我沒有吃到肉啊 我沒有吃到肉啊 你總剛剛裡面沒有肉 你看一下包裝裡面有沒有肉 快點 就一小塊肉喔 馬鈴薯 上一家店五分 第二包肉其實蠻紮實的 因為我剛剛其實都是隨意扛 隨意扛你有吃到肉 我也有吃到肉 它的還比較大塊 我大概壓在它49塊50塊 怎麼還是49塊50塊 差不多有肉也是這樣子 那個沒有肉50塊 這個沒有肉的我改到39 第二個它肉比較多 肉多 而且不會柴 雖然它的咖哩一開始可能 跟我們近一點的咖哩味道 有一點多差 多差 所以會覺得好像哪裡乖 可是它又不違和 我覺得那個一包應該要89 89塊 你會想要買調理包 然後回家自己弄 不如去吃個便當 你會花那麼多時間 一直弄兩個東西來吃嗎 所以我去買個便當也是89塊啊 那你就買便當就好了 對啊 第三項 我跟你講這個百分之百就有肉了 有沒有 這個不用吃了啦 直接我就猜價格了啦 這一家用料感覺比較實在一點 這個應該是我最熟悉的那個味道吧 我去買的話我會買這包 可是以醬來說 我會想要第一包的醬 第二包的肉 我個人是覺得 可以達到 6.5到7分 7分 第三包我給6分 第二個好像沒給分數 那第二個就8分 第二個我給7分 第三包我個人是會覺得 它的肉太Q了 然後它的咖哩味道也是熟悉的 然後是 比較常看到那種黃咖哩 因為其實咖哩飯不會貴到哪裡去 第三包應該落在 也差不多45塊左右 覺得也是差不多 答案 開講 第一個是 咖哩屋的 連續17年賣第一名的咖哩 59元 阿伯猜對了 一模一樣 59元 它沒有肉啊 它真的沒有肉啊 它真的沒有肉啊 等一下它裡面有寫 棕櫚油 雞肉 它有寫到雞肉齁 它融化了啊 它融化了喔 好來第二 第二個是 然後它一盒價格是72 所以它單包價格是36 是不是 差不多是不是 我說這本來就是 咖哩該有的價格 你知道嗎 最後一個是這個 咖哩雞肉 餵王的啦 餵王的啦 不是啦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還滿氣低一包的 其他兩個我覺得 OK接受 我可能會第二選擇的買 那餵王出了 可能它還是符合台灣的口味 好啦OK啦 反正就是以上的實測啦 因為目前 測的沒有到很全面啦 那我們還是把這個市場上 銷量看起來比較好的 自稱自己銷量很好的 都拿回來了 然後你們也可以去吃看看 如果有人去買那個 連續第一名的 再記得跟我們講 到底有沒有肉 OK 希望你會記得 在這邊分享 記得訂閱阿伯出事啦 來老闆 小小孩 就當人家有多一種選擇啦 不會說整天就只有 那個你講的那個 你也討厭我出去 沒有啊你講的啊 是你討厭不是我 你也有 這樣胡鬚當改片 如果要找我們業配怎麼辦 你放心 他找我業配我就閉嘴 好嗎 好嗎